就不喜欢男孩 不喜欢男孩 找老伴不也是男的吗 你得这么想 你为啥对我 你会想打蛋糕呢 假如别的方面都挺合理 你会因为这孩子就不找了 嗯 大儿你再好 我也不停了 大哥与车祸双腿骨折 而你四十未婚 大妈同病相连 真是弯刀对歪嫖 急不择死啊 李大哥 你好你好 退休金才区区4300大洋 李春海这位辛劳毕生的老兵 得与54平米的蜗居相依为命 在长春那破旧的家园里 抖擞着六十载的岁月 啊 两个腿都折了 车祸 我过横道 那腿下毛雨 他就跑 你没有给我拿 红娘终于见到了李大哥 顿时明白了导致他不履攀山的真凶 那场十多年前的车祸 别说别的 这位仁兄的右腿 简直就是个时尚板 七彩斑马剑 不规则的脖形展现了他不羁的个性 好在天宫不坐美帝时候 他的关节难免会打个招呼 提醒他过去的伤痛 还在默默无闻的做着斗争 不过 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 毕竟除了那些恼人的雨天 李大哥走路已经比兔子还快了 在生活的舞台上 他的双腿完全不怎么脱后腿 就像一个穿着不合身的礼服 却硬装的镇定自若的演员 让人哭笑不得 我做饭我不顾着 想吃饺子就包饺子 想吃红的就包红的 不嫌麻烦 哟 李哥 看你天天起早贪黑 忙得像个旋转陀螺似的 累得跟狗一样 你还挺享受的嘛 咱那说 你那厨艺 说实话 连五星级大厨都得给你提携 可你李哥这心态 简直了 干起活来就跟被逼上梁山似的 完全不管累不累 吃啥都能 饭菜啥都会 瞧把你那腰板挺的 简直就是个过日子的大师级人物 不过嘛 你现在啥都不要了 退休近又高 那找个老伴不也挺合适的嘛 说到找老伴 李哥您得注意 千万别看那些满脸皱纹 腰围三尺的 咱得找那个腰细腿长 颜值爆表的 嘿嘿 梦想成真的滋味 想象一下啊 李大哥那点小心色 就爱找一个温蚊可人的女朋友 红娘一眼瞧见 这还得了 脸蹦带跳 拿个小懒 立马就把刘夕如刘大姐 这位长春式的玫瑰仙子 当宝贝式的 恨不得吹得天下皆知 刘大姐 自十八岁起就踏上事业征途 转眼间已是花甲之年 可悲的是 她的钱包至今仍是四面楚歌 贫如喜 仿佛与财富绝交数十在 嗨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让我给你们讲述一个 叫刘大姐的故事 她可真是吧 自力更生 发挥到了极致 想象一下 每个月都只能勉强 赚够买米买菜的钱 而她背后 还有个尚未开启婚姻殿堂的宝贝儿子 一个尚未娶媳妇的王八蛋 她的钱袋子在结了婚就等着报复 哎呦喂 这可真是个令人捧腹的现实啊 但是刘大姐心里不是没个歪念头 要不是当年的婚姻不遂人怨 她早就过上躺赢的日子了 不过她还是得硬着头皮奋斗 毕竟咱们的英雄好汉 哪怕身材秘境也永不言败 这生活吗 哪有那么多苦中做了 只不过是我们这些凡人 一边吐槽一边往前的无奈罢了 外表啊 得主要看内心 一个音频的也好 有个担当的 有个真心的也行 刘大姐就想找个人评好 有担当的办 这些要求都跟李大哥不谋而合 他们会是彼此的缘分吗 多的不说少的不落 童娘带着刘大姐去见大哥 你好 你好 我先跟你俩介绍一下 李春海 李大哥 刘西如 刘大姐 这个就是大哥家了 他那房子是三阳的 满面春风问好 握手似同龄 出自邂逅 屋子里绕一绕 彼此审视 这缘分是天降复兴还是粪坑战神 抗人 石会人 抗外表吧 上过日子 没有演员 没有演员 你不是说的吗 演员不是最重要的 演员最重要的 但是确实 这个 不行他有点差距 腿没看出来曲了 他出过车祸 那个右腿那地方稍微有一点吧 哦 让我来给你品品这场人间喜剧吧 李大哥这个外貌堂堂 仿佛电视剧中的英雄人物登场一般 但他的宝藏却藏在腿上 那曾被岁月和爱情说来的七零八落的宝贝 不过说句真心话 李大哥优点可真不少 除了这双特殊的腿 他好像还难过了其他诸多的优秀品质 所以呢 红娘大姐 咱要不也把这宝藏包装一下 让刘大姐好好研究一番 毕竟李大哥这颗宝藏 值不值得挖出来 不还得看刘大姐爱不爱吗 大哥那我还会出烟呢 那我 哎呀 我们这没事 那没事 这个女人都抽烟喝酒 你喝酒才好呢 喝酒不用 我不会喝酒 你会喝 那慢慢我得练一下 你得喝点油 不行我不愿意 我过去就是也是最 我家那人喝酒我最烦的 他饿到吧 嗯对 就这样吃的 就这样吃的我就给他 我这酒量我就要喝酒 真得点玩啊 你让我都喝得不好 哎呀 李哥对柳姐的烟瘾 那是全然不见怪 仿佛视如无睹 毕竟对于这对欢喜冤家来说 西宴是他们对浪漫世界的独特权势烟窝绕 举杯共罪 不就是老夫老妻的默契吗 而在酒精面前 两人的脸颊也是由微醺的罪态 掩藏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那点子小酗酒 竟也成了他们对世事的宽容解读 在谈到家庭时 两人对白如绕梁三日余音 仿佛上演着一场 家和万事兴的喜剧戏码 嗨 这恩爱夫妻 真是让人看了都忍不住 不想给个大大的赞 你家那个也是小的是不是 小的 今年多大了 四十岁 成一成家呀 没有 那他也是在这住啊 他跟他妈住了 他妈在一起 没太多联系 不不联系 妈妈 有压力 因为他孩子也四十岁岁没结婚 这时候那孩子结婚他能不管呢 结婚我有不给他呢 没有 他还管我要啊 就可给可不给 对啊 我家孩子还没结婚 我家孩子三十多 大哥就不建议啊 说他这个对方家孩子没结婚这个事 该花也得花 那我跟他来结婚了 那啥 那他得跟我叫啥 我不得给福祉为 面对儿子的婚事一事 李大哥简直是笑里藏刀 获达的让人惊叹不已 这下是简直比奥斯卡小金人还要演 连刘大姐的铁石心肠 都要被他的这番潇洒所融化 不过啊 这个世界上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 李大哥是否真能如秋叶随风 改编初衷 接受这高贵的黄金单身汉呢 咱们拭目以待 笑看风云变幻 人儿吧 长这么说 我还挺担心他这个腿脚的 你这暂时是醒了 你去盼老了 对啊 那不行 担心以后一天脾一天岁着大 吃的营养稀数不了 他这腿就拿了 以后家花咋大没有缘分 也是个朋友啊 可怜兮兮的小腿残疾啊 真是不幸知智 相亲遭拒的元凶 那肯定是小红娘的责任 但您知道吗 残疾人三字 得在约会前就提前恭敬的通知对方 以免让亲爱的约见变成痛苦之旅 红娘见状又开始忽悠 又是一枚大姐花线上 这位大姐 这相亲游戏 怎么俺都逃不出这永无止境的循环啊 你瞧瞧这位一间大姐 真是被女儿的孝心 感动的踢了横流 听说去年那女儿硬是把积蓄都偷空 就为了给老妈买下这间小屋 小住处虽小 但意义非凡孩子 真心是意要好好孝顺母亲 让生活无忧 衣食住行 样样齐全 这位大姐 日子过得舒心又自的 还打算找个老伴呢 全多亏女儿的神助攻啊 所以母女俩的故事真是温馨又逗趣 让人感叹 世上既有如此孝顺的儿女 老妈您真是好福气嘞 刚一见面 大哥眼睛就亮了 看来是对大姐的印象不赖 嘴上三不绝口 仿佛看到了完美爱情童话的开篇 小红娘却比大哥还卖力 喋喋不休的介绍房啊 生怕大哥错过什么 薪水细节 一番曲折 终究是要问个清楚 看看这俩人的演员如何 不禁让人怀疑 这样的进展 是爱情还是一场惊心不下的好戏 干净啊 挺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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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的 跟他俩在一起吧 会太多 给人这个印象 在一会儿有话说 他在你这儿有点啥呀 我这要几瓶嘴 哦 有名片 给我送四瓶凉的 嘴儿 来 来 一会儿我给你解账啊 谢谢了啊 可以的 刚才给你挑出打电话 太热了 谢谢二姐 来来来 谢谢大哥 谢谢啊 当二人相见 李大哥那双残疾的腿脚 似乎在江大姐眼泪 比钻石还闪烁 不加掩饰的满意度 挂在嘴边 让李大哥 简直想让人戳破那张假消皮 生怕破坏了 这颗美人珍珠的美梦 而江大姐 一坐下 便迫不及待的谈起了 自个那些四有四无的时尚眼 担心李大哥不会介意 这句话 难道是在委婉 向男人展示自己的不凡品味 哎呦 可不就是想看个笑话吗 我买 我买 也跟他去 他喜欢哪个买哪个 这没事 哎呀 这小事 不穿我还不过性点 那女人你穿出去 不咋得利说的 女人是一不利说 女人男人都不笑 哎呦 美 就得美 这么大事 不穿那干啥呀 见大姐爱穿爱美 这件事在李大哥这儿得到了 绝对的支持 那么对于李大哥抽烟喝酒的习惯 钱大姐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烟抽 酒喝 你要是我是 烦的呢 我可以不 不抽 都是小烟小酒 小酒没事 我还要喝啤酒呢 男人抽烟喝酒都行 那我都不烦 男人喝酒抽烟喝很正常的 对吧 只要你不喝大酒 那大酒 我骂人不吵他不打人 那不就行吗 干啥 对那我就不 钱大姐 对于李大哥抽烟喝酒 这事也根本不介意 这让李大哥很高兴 本以为消除了乡亲中最大的阻碍后 俩人生活习惯方面 也得到了彼此的认可 这桩好事定是要将近的 但谁成奖啊 妻子来见大姐的问题 竟让这次相亲的结局发生了反转 李大哥那孤家寡人的父亲形象 言及将来无孙之忧 竟豪言不做子女负担 而奸大姐 死你心思柔弱草 哪知李哥真意 笑谈奸难便是决心坚定 还是心中早有转念 这婚家大忌 真是奇高一爪 难说归水笑到最后 正与善良干凌力做大哥完全认可 跟大哥我不能受累啊 可想哭啊 你家里啥也不明白啊 我看你男的没有说的像我这样似的 你说你吃啥我能整啥 馄饨脚啊 馅饼 我这都能整 难得老爷们给你做完了 给你蹦 卫生线子 给你赶鸡子 给你蹦 姐你说你这些年带孩子是辛苦的 老了不就想想什么呢 关键你属于你后患性不着罪 比啥都行 他跟我拉拨都不能着罪 李大哥坚信能照顾好金大姐 给他带去幸福 红娘也一直在好心相劝 那么金大姐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吗 那还接受不了 我都不喜欢找大儿子 别人都不差 为啥也接啊 金属院找带姑娘呢 带姑娘我们可以上街 起码19啥的可以拿 沟通聊天方便 没踩身啊 练在那找个老爷们 贪了个屋子 你就知道是好事 你今天贪着就找着相对儿子 工程特别厉害 又不干涉犯 你不更心想到姐呀 管他爸管的溜牙呢 你再在那儿 女孩心思多心呀 男孩一般都是无所谓大恋的 找了找了都祝福你们支持你们 这么多年我就是不找带儿子 老师姐你到底是因为儿子这个事 还是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都不找带儿子 到现在还不找带儿子 不是为啥 就不喜欢男孩 那你不喜欢男孩 那老了找老伴不也是男的吗 你得这么想 你为啥对男的自暴牌 这男孩啊 不愿意找带姑娘的 假如这样你别的方面都挺合理 你会因为这孩子就不找了 嗯 大儿子你再好 我也会 不行了 今天的乡亲宣告失败 老铁们 你们认为大姐为什么不愿意找带男孩的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请关注不迷路 星矿每天待你乐呵乐呵